- 選擇了逃避 - 太陽還是盛情 - 不好聽那麼開心 - 我卻別說離去 - 趁你放手神經 - 原謀不再壓抑 - 原謀不再壓抑 - 大家好我是謝秉俊阿貴啦 - 我是Irene公主 -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試吃 - 五家在台北市非常知名的粽子 - 台北市其實知名的粽子非常多啦 - 那我們調的這五家算是在網路上 - 也算是名氣很大的 - 然後有一個很意外的發現就是 - 其中有兩個是北部粽 - 剩下三個全部都是湖州粽 - 湖州粽 - 其實我一直對湖州粽的味道 - 非常沒有印象 - 我是從小吃北部粽長大的 - 他的綁法就很不一樣了 - 對然後他就是直的 - 對這樣捆 - 好然後我們來一一介紹一下 - 我們今天吃了些什麼吧 - 第一間的是王紀府城 - 他一顆是65元 - 第二顆是阿童阿寶四神湯 - 他售價是50元 - 第三顆是 - 真品九如 - 有一顆是八寶粽95元 - 一顆是湖州鮮肉粽是65元 - 接下來是四喜食品的 - 他是湖州粽65元 - 再來是麗家的湖州粽65元 - 事不宜遲 - 因為粽子剛熱好 - 我們馬上來吃吧 - 我們先從第一顆北部粽 - 這個是王紀府城 - 對這一間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- 它散發一種很重的名店感 - 就是有櫃檯有發票有什麼什麼 - 然後員工超級多那種感覺 - 有有有有制服那種 - 它的裡面的東西 - 就是一般北部粽會有像肥肉阿 - 栗子阿 - 肥瘦肉都會有啦 - 這是一個比例 - 香菇蛋黃 - 怎麼樣 - 你已經吃了對不對 - 對 - 像我都吃到料 - 我想要加一點點飯 - 我覺得它對我來講 - 有一點小油 - 對我正要講 - 它偏油 - 它比起我一般吃到的北部粽 - 好像再稍微油了一點點 - 它有點泡在油裡的感覺 - 因為我不知道現場吃是不是也是這樣 - 但是我覺得肉粽是這種東西嘛 - 畢竟你常常就是要買一串回家寄蒸阿 - 那我覺得不能是這個樣子 - 這跟平常吃到的口感不太一樣 - 它會每一口咬嘴唇都全部油掉 - 其實是好吃的耶 - 但是真的太油了 - 它的調味我覺得都很OK - 味道是香的 - 如果說以我個人的話 - 我吃完一整顆 - 我會覺得很滿足 - 可是我不會想著吃第二顆 - 太膩了 - 會比較膩一點 - 我很期待 - 我很想吃過 - 這一間阿童阿寶 - 我吃過它的包子跟四神湯 - 就半夜的時候去吃 - 這一間的這個粽子是裡面最便宜的 - 它的葉子是 - 喔你繼續講 - 它一顆是50元 - 怎麼樣這葉子 - 它只是白的 - 不知道有什麼不一樣 - 那其實應該是說除了它以外 - 其他都是65 - 但是因為我多買了一顆95的粽子 - 喔 - 很白的顏色 - 喔 - 這種看起來就比較清淡對不對 - 然後因為50元 - 只是可以預期它的料 - 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密集 - 其實很基本的 - 它的料就是很規矩的 - 就是都集中在某一個角落 - 其他地方全都是飯 - 欸 - 它的飯你覺得是味道 - 胡椒嗎 - 我覺得是粽葉的味道 - 這是個中藥還是什麼香味 - 其實我覺得它的飯蠻好 - 我蠻喜歡它的飯的味道 - 因為不會太油 - 又有一種 - 我自己認為是粽葉的味道 - 嗯 - 它這個是瘦肉的粽子 - 但它的肉就是那一塊 - 所以這樣算起來應該 - 反而貴一點喔 - 可是它料更少 - 可是它這個飯我很喜歡耶 - 在炒料的時候可能有胡椒 - 胡椒味比一般 - 粽子再重一點對不對 - 嗯 - 但注意它售價是50塊喔 - 嗯 - 而且是比較便宜的 - 等一下我們也會有一個評分給大家 - 像它的蛋黃就沒有王紀福成的好吃 - 好 - 我們已經試吃完第二個 - 我們再吃第三個吧 - 這個是 - 九如的 - 不知道它是八寶還是 - 我覺得它是八寶 - 因為它顏色不太一樣 - 九如 - 九如 - 那我們先吃鹹的 - 好啊 - 這是什麼 - 超 - 哇 - 哇 - 超級 - 油 - 油 - 油油亮亮 - 油油亮亮的 - 這裡有一塊瘦肉在裡面 - 因為其實這真的可能是我的 - 第一次吃這種胡椒粽 - 原因是因為其實家裡會薄粽子 - 而且家裡人可能也吃習慣北部這種口味啦 - 好 給大家看看它的肉 - 肉是這樣子的 - 比較紅色的 - 你吃得好快 - 它吃起來很 - 比較綿密 - 就是爛爛的那一種 - 很爛爛的 - 比較 - 很爛的那種 - 它有一個味道很難形容 - 因為我也是都吃自己家包的粽子 - 很像雞湯味 - 就有一個 - 雞湯味啊 - 就有一個湯的感覺 - 對 - 吃這個像在喝湯 - 很像喝湯耶 - 它沒有蛋黃 - 喔對 - 它也沒有那種 - 栗子 - 香菇 - 什麼 - 它全部都是肉 - 它就是飯跟肉耶 - 就這樣 - 因為我發現它的肉都爆在中間 - 所以它就是 - 肉放在中間一條 - 然後兩片飯 - 但它這個肉也很特別耶 - 我不知道這是怎樣 - 紅燒還是什麼 - 不是啦 - 它只是紅紅的 - 怎麼會是紅燒 - 那它是怎麼樣 - 就是通常都是這樣咖啡色 - 可能就是 - 醃製的料不一樣吧 - 它的肉很多啊 - 那我們要不要吃八寶 - 好啊 - 八寶95塊 - 然後你說這個多少 - 65塊 - 是不是 - 湖州粽都偏油啊 - 不一定啊 - 有可能是這一家 - 因為後面兩個都是湖州粽 - 我們可以比較看看 - 這是八寶粽 - 對 - 八寶粽應該就是 - 裡面有一些穀物啦 - 然後 - 其實它跟剛剛的一樣 - 這是我隱約看到了 -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料了 - 就已經包在飯裡面了 - 它的品名是八寶 - 然後我還看見了香菇 - 這是什麼 - 乾貝喔 - 不可能吧 - 應該不會是乾貝啦 - 是吧 - 這個小顆的是乾貝 - 這個 - 你不要製造恐慌好不好 - 呵呵 - 九十五塊的粽子 - 你跟我說你想吃乾貝 - 九十五塊不能有乾貝喔 - 這是 - 如果你也有乾貝 - 你可能其他的料都沒了 - 所以這就是小蓮子吧 - 對 - 就是一些小蓮子啊 - 然後 - 看到了糖炒栗子 - 栗子 - 我最喜歡在肉粽裡吃到栗子 - 也出現了蛋黃 - 所以 - 九十五多一個蛋黃 - 對 - 但是它這樣子的話 - 跟其他有蛋黃的粽子比起來 - 這竹竹貴了三十塊喔 - 甚至是貴蠻多的喔 - 它的栗子味道很難以形容 - 是脆的軟的 - 很軟 - 然後一咬就散 - 可是非常的乾 -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- 但我不會覺得 - 這是一顆好吃的栗子 - 失敗栗子 - 失敗栗子 - 然後吃吃看它的蛋黃 - 第一次吃胡州粽 - 我想吃吃看 - 它很大一顆耶 - 它是有特大顆的感覺 - 感覺有點像鴨蛋 - 對 - 我覺得它是耶 - 蛋黃的口感幾乎 - 跟我們一般吃到的粽子差不多 - 超級 - 它超級大耶 - 但它 - 它還是有一個多出來的味道 - 我不知道你們有辦法形容它 - 還是那其實都是一些蓮子的香氣啊 - 而且它乾到肥肥耶 - 這真的是乾到肥肥才能形容 - 就這個蛋黃應該很難吃一個蛋黃 - 然後不用喝個茶之類的 - 因為我很喜歡吃粽子的蛋黃 - 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講 - 我去偷我阿嬤烤箱裡的 - 就直接拿起來 - 就是可以吃兩三個那種 - 就是好吃的程度 - 這個真的是乾到很難耶 - 我不想偷 - 這個很乾 - 而且它的乾是那種叉叉的乾 - 它不只是本身沒有什麼水分 - 它很會偷走你嘴巴裡的水分 - 再來是四喜的 - 四喜的話 -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- 就是我去買四喜的時候 - 它的店家藏在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- 菜市場裡面 - 沒有就是那種傳統的 - 有個兩三層樓的市場 - 兩三層樓的市場 - 嗯 - 但是就是因為那個地方 - 燈也不怎麼開 - 然後就是 - 紅燈區的感覺嗎 - 對 - 如果我在香港那裡 - 違法的感覺 - 肯定就是紅燈區了 - 所以我特別有拍了一段 - 我走出來的影片給大家看 - 如果大家想要去找這個粽子的話 - 它找不到 - 對 - 你不用懷疑 - 因為它真的在那麼奇怪的地方 - 不用懷疑自己 - 好 -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個 - 關於價錢 - 四喜是65塊 - 幫我一下 - 它的65塊是有蛋的喔 - 對 因為它是說 - 現場沒有蛋的賣完了 - 所以它賣的是有蛋的 - 就是要吃有蛋的 - 然後吃65塊 - 所以它這個 - 九如真品 - 65沒有蛋 - 它的有蛋 - 我喜歡這個顏色 - 這顏色讓我有點期待 - 這看起來很入味 - 對 - 所以它很明顯的沒有那麼油耶 - 所以九如真品確實是比較油 - 因為我不浮誇 - 我真的不會刻意攻擊 - 但是 - 往前看那個 - 全部都黏在一起 - 油已經流下來了 - 所以九如真品是真的比較油 - 大家如果要吃的話 - 可以 - 可以就是評估看看 - 你喜歡什麼口味 - 它這個肉超級大塊 - 喔 - 很大耶 - 你有感覺嗎 - 有有有有 -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肉 - 是一整塊大塊的 - 我要繼續分享就是 - 我在那個四喜這個地方看到的 - 它看起來很像一個 - 包肉粽工廠 - 它明明是在大樓裡面 - 可是所有的人 - 全部都坐在大樓的走廊上面 - 就是他們店門口的走廊上 - 走廊喔 - 是大樓裡面的走廊 - 他們全部都坐在那邊包肉粽 - 這個味道 - 有酒味嗎 - 不是 - 但是它比較鹹 - 又有一個 - 跟這個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- 完全不同口味 - 好難講喔 - 這個味道 - 我跟你講它蛋黃超級好吃 - 它蛋黃真的是 - 它蛋黃也是很大顆 - 而且就是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- 吃Q的 - 但我覺得它的鹹度 - 感覺已經像是用現成的鴨蛋下去弄的了 - 因為這個飯到底是一個什麼味道 - 我覺得它的飯 - 剛剛有講一個形容詞 - 我忘了 - 它也是重 - 重葉味很重的 - 但它重到感覺味道跑偏了 - 那我們準備來吃 - 今天最後一樣 - 立家 - 立家是在南門市場裡面 - 嗯 - 也是湖州粽 - 它什麼粽都有賣 - 就是南部粽、北部粽 - 全部都賣 - 鹹粽、甜粽 - 好像都有 - 也有 - 我記得它那個菜單超豐富 - 然後我是走過去直接問店員說 - 你們比較代表性的粽子是什麼 - 它說什麼 - 它說 - 丟起這粒 - 它拎著 - 它這樣嗎 - 它就跟它這樣 - 而且它是 - 丟起這粒 - 它就是這樣 - 我不相信你說的 - 欸不好意思 - 欸我想要買粽子 - 請問你們 - 比較有名的是哪一種 - 但是我覺得立家也有給我一種 - 很像王紀府城的感覺 - 就是太 - 商業化 - 也不能說商業化 - 那就太名店了 - 它的感覺就是很知名 - 就是 - 然後什麼粽都有一整排這樣 - 像我們本來要什麼 - 在鹽坪、貝徒三段買一個 - 好像它的評價也很高 - 叫阿蟲 - 阿蟲 - 就不見了 - 對阿蟲 - 今天完全沒有看到 - 然後呢 - 我來觀察一下它有沒有其他的配料 - 漸漸的飽了 - 我看到了 - 有蛋黃 - 好那我們一樣把它蛋黃拿起來吃 - 蛋黃也很大顆 - 也是走大顆乳鹹的 - 可是它的感覺也有一點點油 - 嗯 - 這個味道 - 我覺得跟真品很像 - 但沒有真品那麼有味道 - 沒有那麼暖 - 但沒有到它這麼暖 - 可是那個口感 - 可是我覺得真品它有一個雞湯味 - 還是比較硬欸 - 比較加分 - 它蛋黃我覺得算好吃 - 但是也是偏清淡的蛋黃 - 我覺得這樣比起來的話 - 真品九爐的飯非常好吃欸 - 它有一個甜味 - 嗯 - 非常好吃的飯 - 它缺點就是 - 油 - 對 - 我覺得我應該有答案了 - 我覺得我也有答案了 - 來那我們請小廚娘公佈 - 它心中的Top3 - 喔 要3喔 - 這個 - 1 - 然後 - 四喜是第一名 - 四喜第一名 - 這個2 - 阿童阿寶是第二名 - 然後這個3 - 然後王繼扶城是第三名 - 好 - 我的排名呢 - 跟它其實是很接近的 - 第一名我會給王繼扶城 - 王繼扶城喔 - 因為其實這個 - 當然評分真的很個人口味 - 王繼扶城有到靠杯 - 但是我覺得它最對我的味蕾 - 然後第二名我應該也會給四喜 - 然後我的第三名我想要給麗家 - 其實這個它雖然有雞湯味 - 然後味道蠻濃郁的 -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很容易膩 - 就是它的蛋黃跟糖糖栗子的部分 - 真的是比較乾 - 老人跟小孩要小心食用的那個乾度 - 好不好 - 今天呢我們的五個台北知名的肉粽試吃 - 就要這邊告一段落了 - 那其實我當然知道台北市有太多 - 還有什麼飯店啊 - 還有什麼劉佳啊 - 然後像我們今天沒有吃到的那個阿蟲啊 - 然後飯店各大飯店都會出他們的粽子 - 那我們也是就是找一些這種小店啊 - 比較有名的一些小店 - 然後試吃分享給大家 -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主題的話呢 - 也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- 然後我跟小廚娘我們都有在經營IG - 好我的IG呢也會分享一些美食 -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些東西你比較懶得看影片 - 你也可以去IG看圖文版的 - 對 - 小廚娘的IG也會分享很多生活的日常 - 然後還有包含它一些可能女生的東西 -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- 謝謝你們玩你們掰掰 - 大家懂得嗎